粉丝里问,为什么度假岛没有轰炸区? 在其他经典模式地图都有轰炸区,可是刚上线的度假岛却没有。 为什么光子这么做呢?原因应该有三个。 一,地图太小,在大地图中有轰炸区很正常, 毕竟地图够大,随便怎么轰都只是很小的一片区域。 可是度假岛不一样,度假岛只有1000米乘1000米大小, 只有海岛沙漠的64分之一,就这么一点大的地图, 搞个轰炸区那得多大呀,一次得轰四分之一地图吧, 真的不能加入轰炸区。 二,节奏快,度假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节奏特别快, 十几分钟一局就结束了,即使加入轰炸区, 那也炸不了几次游戏就结束了,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取消。 三,玩家已经会躲避,这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 光子后台应该能看到被轰炸区炸死的人数, 这个比例肯定是非常非常小的, 因为玩家现在都已经会躲避轰炸区了, 有轰炸区我躲房子里,或者离开不就行了, 加入也基本炸不死人了, 还不如取消,让玩家游戏体验更好。 所以这三点应该是度假岛取消轰炸区的原因。 小伙伴们,你们还想提问哪些问题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